短短的两天的时间 美国官方和媒体 在所谓中国在古巴修建间谍设施问题上 散布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信息 再次上演了一出 美国否定美国的闹剧 我想说的是 假的真不了 真的假不了 无论美国如何造谣抹黑 都破坏不了中国之间的真诚友谊 也掩盖不了美国对世界各国 进行大规模不差别 窃听窃密的斑斑劣迹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